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人家正在胜利死逼的状况下 要看破 这个可能也太残忍了 怎么能够叫人看破 就是作为一个副教徒来讲 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家属死亡 心理动作还是舍不得的 怎么能够家属死了 死了就死了 花开花谢 好天下雨是正常的 死了就死了 如果这样子讲 这个人太不尽人情 那就是说 这个人间没有意义了 因此呢 人对于生与死的一种体验 往往也是使得我们增长智慧的 也是往往使我们能够面对现实的环境的 生与死的关卡 很少人能够啊 说 若无其事 不可能 你就是拿我来讲的话 我已经出家这么久了 当我回到我的书家 见到我的父母的坟 我也会流眼泪 这到底一个出家人出家几十年呢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母亲过世 我没有看到 我的父亲过世 我也不在现场 那几十年以后啊 我好不容易回到了我的生生的故乡 看到了父母这是一堆坟 而没有人了 这个时候 自然而然心中啊 会有一种生死的一种距离 好像很近 也好像很远 作为很近呢 它就在我面前 印象之中的父母 我小的时候 这个父母的印象在我心里面呢 非常的清楚 清晰 但是呢 已经过了几十年了 父母的坟就在前边 他们老早已经变成了孤灰了 那跟我距离是很远 所以很远很近的这种感受啊 在缠纳之间是融会在一起 这个时候 所以生离死别 这种情景就在我的心里出现 所以是也会流眼泪 那如果在这种情形下 一点感动都没有 那不是人 那也许我因为还没有 得解脱的关系啊 可是呢 我不会好道大哭 我不会的怨天诱人 我不会的觉得我自己啊 对你深中 我不会就说父母啊 你怎么去得这么早啊 不会这样子 这是呢 感受上呢 这个一种感情的存在 还是一样 所以是释迦牟尼佛 他已经成了佛了 他母亲生的天 他还要到天上去 报答了他的母亲 他的父亲死了以后 他又回到故乡去啊 了解他父亲的后世 也是在这个身与死之间啊 一种啊 感受 就亲情的一种啊 流露 这个已经是佛了 他还是一样的 但不过呢 不会像一般的人呢 这好套大哭 这种情形是没有的啊 因此从生与死的 执着的解脱呢 就是要从无常 这个观点来去看它 我们出生的时候 已经注定到 又死亡的 这个事实会出现 不可能说 永远是活下去的 那这是说 我们面对着生的时候 就知道无常会出现的 随时准备无常的来临 什么时候来 谁都不知道 就是说 死亡 在一年前出现的时候 不一定是小孩子 是大人 老人 不知道是 多大年纪会死亡 可是呢 我们如果说 学了佛的人呢 了解佛法 所以这个无常的一个事实啊 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 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 发生 不晓得 但是呢 随时准备他来吧 随时准备他来 那来累的时候 不觉得突然 我今天出门 会不会遇到车祸 我不知道 但愿不要有车祸 领导我 但是呢 车祸遇到我 叫我死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什么 我随时准备可以死 为什么准备死 我今天不死 到老也会死 什么时候死 不知道 如果已经知道 什么时候死 那更好了 那一般的人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死 那就是从无常的这个观念 无常的这个事实 能够接受它 能够面对它的话 对死亡的执着 对生命的执着啊 会看得淡一些 如果完全没有生死的执着 那是解脱了的人 那是圣人 那不是普通凡夫 那不是普通凡夫 对生命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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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设备 很久没喝 不要 不 对生命的执着 噶 aria